沒有 但是說真的 其實瑞典人 瑞典人的最大的一個優點 就是這個男女平等 因為像是說我老婆 比如說如果她要去露營 或去工作什麼的 我通常都是在家裡 一定會把整個家裡就打燒完 然後小孩就是顧好 什麼洗澡 那種會租晚餐 然後比如說如果你在瑞典的時候 你其實在路上就是會看到 基本上都是爸爸在帶小孩出去 都是他們在顧啊 推車啊 然後這種外面 不是 是因為男女平等 不是只有女生有孕假 這個賠償假 這個男生也 而且男生領的是三個月 有薪水的三個月的這個賠償假 因為爸爸也是要照顧小孩 幫忙照顧 而且對小孩的成長也是很重要 阿龍就是不厚道 他不知道最難聽的話就是實話嗎 對啊 對啊 然後因為其實用點是 我老婆其實她有說一次啊 就是因為她跟其他的一些媽媽 一起去下午茶 然後去唱KTV啊 然後那時候她就跟我說 她們就是那些媽媽跟我老婆說 我好羨慕你喔 因為你老公一通電話都沒有打來 然後他們的老公已經說 他們老公已經打了好幾通電話 然後一直都問我說什麼 小孩要吃什麼 東西放哪裡啊 就是想說什麼 趕快回來 很多問題 但是我就是一通電話都沒有打 然後反而就是老婆說 小孩吃了沒啊 你洗澡了沒啊 睡了沒 但是我就是我跟他說 就是你去玩啊 你不要擔心啊 我就是我會照顧好嘛 對 不要擔心 馬丁沒有打來 因為他自己也在打 對 很忙啊 對 打圈 打圈 對 對 很忙 好 第二名又怎麼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我們來跳著看啊 好 第四名好了好不好 好 第四名已經很低耶 往下面兩名 第四名會是 為什麼那麼後面 我覺得太高 我覺得太高 真的嗎 還有韓國跟日本啊 對喔 對喔 我已經忘記了這件事情 對 因為義大利的男人 沒有媽媽不行啊 對 就是義大利就是馬寶 對 這是你講的 是我講的 我們來看一下 街頭的這些人 他們怎麼胡說八道 因為他們有很好的食物 我認為義大利男人 會做得很好的食物 而且他們都很友善 因為他覺得 義大利的食物非常的好吃 他也覺得 義大利男生應該是會煮飯很好吃 而且他們很浪漫 所以他會喜歡義大利男生 因為我喜歡抹茶 他說因為他很喜歡義大利菜 他會選義大利 特別是如果那個義大利人會做菜 這個超級加分喔 因為他覺得義大利很漂亮 另外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食物 他也都很矮 因為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食物 他也都很矮 因為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食物 他也都很矮 對 他去過義大利的時候 他被義大利男生撩妹 那他這樣子的話 就覺得是最不適合 雖然有一些義大利人 是還滿帥的 但是他們就是 太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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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非常好 而且剛剛有人說 義大利的人保守男人 保守 他怎麼會有保守 對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他們無時無刻都在撩妹 對啊 連你的殺錯不願放過 連整風車上大號都在撩妹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義大利的女生 他們也很喜歡 嫁給義大利的男生 但是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我們就是 很會做很多很多家事 我們很會煮飯 就像他們說的 我們義大利男人煮飯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其實去義大利餐廳吃就好了吧 對啊 你在義大利餐廳 你一餐吃 你一餐你要花八百塊錢 對 可是你在家裡 誰會就是每天 你沒有人每天去餐廳 都在家裡做 對啊 但是我們 但是你這樣聽起來 聽起來好像是那個女生在上班 然後裡面再是做家事跟煮飯 其實是這樣 像我們 我們義大利男生女生 通常都上班 但是呢 我們男生不會覺得 因為我是男生 我不願意做這些事情 我會覺得 我願意做 而且 我很不介意做 我做得很開心 你女生啊 你今天你不要煮飯 沒有關係 我很喜歡煮飯 你很喜歡煮飯 好 為什麼我們要聽她講那麼多廢話 對不起 是因為你還沒有問問題 太多 那我有問題囉 大家覺得各國的女生會想要交給伊大利人嗎 來 先插一下 謝謝 來 來 來 餅秀今天有來耶 有 有 我們 看不到餅秀 我們來講都看不到你 謝謝餅秀 沒有 沒有 其實韓國女生很喜歡義大利男生 因為他們覺得義大利男生很浪漫 而且他們嘴巴特別甜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有一次在義大利旅行的時候 她跟男朋友一起去旅行 然後她跟男朋友在路上吵架 然後男朋友就先走了 然後她就是很 就很難過 就在那個有一個光想裡面哭 然後有一個哭的時候 就有一個 好像12歲13歲的義大利男生過來 看到說 姐姐 這麼漂亮的姐姐不要哭 你哭這樣我很心很痛 這樣子 12歲就會 12歲就會 12歲 12歲 你們小時候是不是有交易堂課 是撩妹課啊 我們就是自然而然 我們的老師們也會撩妹啊 對啊 好像你們家裡的交易是這樣子 所以然後就 我這個女生朋友很嚇到 然後就她覺得 哇 其實義大利男生 從小時候這麼 對 同女生 真的耶 我去義大利旅遊也是他們各種聊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也是跟男朋友一起 不好意思 你是說你被撩 我 來 下一位 真的啦 他們真的很會 就只是可能 點個餐 然後就只是說 我要什麼拿 他幫你用餐巾之後 還會這樣看著你呢 放那個餐巾到你的腿上 確定 這個位置到底有沒有人 很壞耶 我跟你講 如果嫁給義大利男人就像是誰 明明沒有人 但是刀叉浮在空中 阿彌陀佛 要不要聽 不要 我覺得嫁給義大利人 就要每天擔心他 因為他就像 新手的費洛蒙一樣 他會一直在勾引別人 像我朋友是 跟義大利男生在一起結婚 結婚前 我們一起去玩的時候 他一直炫耀說 我的義大利男朋友真的很甜蜜啊 只是一個約會 可是他每次準備驚喜 送花等等 雖然並不是那個聖誕節 或是情人節 可是都會送花啊 然後什麼都 那個幫我開門啊 就覺得 很浪漫 感覺那個自己在 電視劇裡面的女主角的感覺 後來他結婚後 我再跟他一起去玩 然後 那那個結婚後 那個生活過得怎麼樣呢 是不是很甜蜜啊 可是他的反應是 哪一個部分不行 哪一個部分不行 講清楚 吳志龍做了什麼 對 他做了什麼 哪一個部分不行 白天晚上都不行 啊 可是想像的真的不一樣 白天就算晚上也不行 蛤 他說 那什麼時候行 其實比日本人更大男人主義 會嗎 結婚後那個 都整個改變他的個性 什麼啊 比如說那個作畫要讓女生做啊 然後 內褲為什麼沒有那個探皮 這個也要探多 要探皮 然後要 幫他穿那個襪子啊 上班的時候很忙 沒有時間 早上沒有時間 所以 那個讓他幫忙那個穿襪子啊 有時候穿襪子 有時候襪子真的很難穿 對不對 有人幫我們穿 真的很有用 還有那個晚上啊 我們男生需要你們 如果你們不幫我們穿襪子 那我就 對啊 又不是小寶寶 對啊 晚上更誇張 洗完澡之後 還要那個讓他那個 剪指腳 蛤 指腳 太誇張了 自己做會受傷 自己做會受傷 這比呢 那個日本人是更大男人 真的很意外 這個真的 我也都不知道了 蛤 這講得好像一個新生兒啊 真的耶 好可怕 而且內褲也要燙平 那內褲裡面的東西 要不要燙平 啊 啊 不好說喔 真的 好了 那我們往上看一名 第三名 第三名 誰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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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竟然在中間 韓國很恐怖耶 對啊 這樣比義大利還高 什麼恐怖 韓國在第一 第三名 韓國第三名 很合理啊 都是韓劇害了你們 對啊 看看他們怎麼說 因為他覺得韓國人很帥 然後很可愛 韓國男生很爛 他覺得韓國男生很爛 我喜歡K-pop 他覺得韓國男生很爛 我喜歡K-pop 他覺得韓國男生很爛 因為他很喜歡韓國的旅行音樂 而且他覺得做這種音樂的韓國男生 比較才華 比較會有吸引你 他會喜歡 我認為 在劇情下 韓國男生很可愛 因為他覺得韓國男生 特別是哪一種K-pop的明星 都很可愛 很帥 因為韓國人就是比較排外 然後另外韓國男生 是非常的體貼 感覺韓國的文化太保守了 就不適合他 我覺得他們很短 因為在他的印象中 韓國男生就是比較矮 好像我認識的韓國男生 有兩位也還滿矮的喔 你敢講喔 總而言之啦 他就說韓國的男生比較清楚 清楚 短一點 清楚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拜拜